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上一集我们提过 采购经理指数 即是PMI 是一个经济领先指标 PMI除了整体数字之外 还有不少分项数据都值得初歌关注 PMI的分类数据主要包括 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就业、生产、商品价格、存货、入口等各项指数 新订单指数占PMI的权重达到三成 是PMI之中最重要的分项 反映国内市场需求 至于新出口订单指数 是反映国外需求的 属于出口的领先指标 由两项新订单指数 可以看出经济活跃程度 指数处于50以上 显示市场需求持续抗张 低过50 就反映需求持续萎缩 另一个受市场重视的分项 就是生产指数 反映企业的生产情况 生产指数可以与新订单指数拼在一起分析 生产指数低过新订单指数 即是供不应求 未来的产品价格有机会上升 相反 生产指数高过新订单指数 即是供过于求 之后有机会出现 负存堆积的问题 可能需要各家求收 至于从业人员指数 就可以看到就业市场的状况 高过50 就反映市场正在扩充人手 低过50 就反映市场正在收缩人手 整体而言 初哥除了留意PMI指数之外 也要留意各项分行指数 从而更详细掌握经济个别环节的强弱